国富乡泰巴朗部落文物馆赤资7000多万元披荐完工 首展也在这个月18号正式开幕 那么从部落一离新年纪至今 短短两周的时间就信了超过600人的参观人次 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透过了首展文物部落起源神话故事 开始认识泰巴朗 推开门泰巴朗部落文物馆在昏暗灯光下 营造出了泰巴朗千年之前部落起源混沌时代的神话世界 进入展场内 古文物 祭祀器具等文物 没有防护玻璃隔离 而是直接摊在你面前 让参观民众从这里开始认识泰巴朗部落文化 而这也是开幕首展的核心主题 这第一次展览的主题是泰巴朗的文物 从泰巴朗的神话故事为主 然后去串起部落的文物 这个展览主要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更认识阿弥陀的文化 更认识泰巴朗 然后也希望这个地方可以成为泰巴朗的目录 赤资7000多万元 费时两年时间批建完成的光复乡泰巴朗部落文物馆首展也在这个月18号正式开幕 从部落一离姓年纪至今不到两周的时间 就幸超过600的参观人次 即便今天是台风天 真正有不少外地客慕名而来 之前去其他部落可能就是晃晃然后吃点东西 然后没有认识 这次是因为有展览所以才可以认识他们的那个起源故事 怎么说 就是特别思考过 透过开幕首展不仅是游客 也让旅外的部落族人重新开始认识自己的部落文化生活 助馆助理员说 除了是文物馆的首展 文物馆后续也将会陆续推出20场次的文化体验学习课程 让大众更深入体验泰巴朗部落传统生活文化 藤边竹边 然后再来也会有酿酒 跟到山上认识野菜等等的系列的活动 工作坊 可以让大家可以更深入认识 那相关的资讯的话 都欢迎大家可以搜寻泰巴朗文物馆 然后到我们的脸书的粉专 或是Instagram的粉专去追踪这些资讯 泰巴朗部落族人争取多年 配件过程也一波三折的文物馆 今年如愿配件完成 文物馆首展也热闹开幕 成为大众生如认识泰巴朗部落的目录敲门砖 部落族人也期盼未来提供 传统文物收集保存 也进一步传承发扬阿美族文化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